今天我們的特程叫泡菜 泡菜裡面的材料就是有糖 還有高麗菜蘿蔔 還有紅蘿蔔小黃瓜 還有我們會先用鹽醃 然後再放糖進來這樣子 那這個我們的食材就是這些 那我們會先把酵母菌 我們會加酵母菌菌來做泡菜 因為酵母菌我們希望它是泡菜裡面做成它的優勢菌 所以我們就會把這個酵母粉呢 酵母粉先把它發酵 讓它能夠酵母菌可以做成菌液以後呢 就放進來這樣會加速加快它的熟成 你們在切這個泡菜的時候 不管是紅蘿蔔白蘿蔔小黃瓜 都切成一公分到兩公分的釘狀 或者是零形狀 總之就是這三種素材都要有一樣的形狀 然後呢切好之後呢就會先用鹽醃 醃完之後呢我們再加其他的什麼糖啊 酵母菌啊這些東西 所以剛開始我們先用鹽醃 你要快速的把紅蘿蔔白蘿蔔小黃瓜 切出來切成丁 然後你切的時候請同學特別注意要小心的用刀 一般來講我們在切之前要把所有的素材都洗乾淨 洗乾淨了以後呢再一次的切 要洗乾淨了以後一次切 要洗乾淨了以後一次切 一公分的釘狀 一公分的釘狀 一公分釘狀 要不釘狀 把這個形狀要切出來像這個這樣就不形喔 把那個形狀呢切出來大小一次就太厚了 太厚了那個就不會出味喔 你盡量呢要切出來像這樣的地方好不好 像這個就太大了喔 看到嗎差不多就這樣喔 好 各位同學請你在切之前先想好你要怎麼切好不好 同學 我在這裡特別要請各位同學特別注意 你如果小黃瓜請你先中切成兩刀以後 就會有四個剖面對不對 兩刀中切中切兩刀 同學慢點下去先中切兩刀 然後呢中切兩刀之後再往下切 這樣才能會動 工序才會對好不好 高麗菜也是一樣喔 好我們先把地頭去除地頭先去除地頭 然後再切 你要先想好你的刀是要從哪裡下來 從外面的 切的時候要對外切 所以你的手要按在這邊 不要讓你的高麗菜或小黃瓜移動 不要讓你的高麗菜或小黃瓜移動 這樣才會造成你的手危險 然後翻這樣子 然後再過來 對先把這個鏡子掉再弄這一邊 對就這樣切切兩刀然後再放 你要先想好你的刀的下刀的工序是什麼 刀不要放往身上 要這樣放放旁邊 來刀鋒 刀鋒永遠不要向自己的身體 切好了高麗菜跟蘿蔔 紅蘿蔔以後我們要加鹽 一巴的鹽 一巴的鹽 所以我們把這個一巴的鹽 秤完之後呢放進來 好用用手去抓 用手去抓讓它出水 好用手去抓 我們用鹽 鹽下去之後 我們盡量的去讓它 讓它能夠出水好不好 我們今天的泡菜呢 總重量大概有六百克 所以呢你就趁鹽六克左右的鹽 就是一巴的鹽進來 一巴的鹽進來之後 請你用雙手去搓 各位同學請注意喔 這樣子會懂嗎 最好是用大一點的鋼盆 用大一點的鋼盆比較好搓 你把你的鹽放進去之後 再等半個小時 那在等這個半個小時的過程中 我們就再做另外一個泡菜 所以我們現在先把它醃漬 搓揉以後 打散搓揉以後 醃半個小時 我們這個泡菜呢 先暫時到這邊 要等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 看出水的清醒 那出了水 我們就把鹽水倒掉 然後再加糖進來 好 我們現在把四川泡菜 淹了一個小時後的鹽水去掉 用力的壓 把鹽水去掉 現在把那個鹽水放下來 倒掉了以後 然後我們現在要加進糖 好 我們把糖 趁量好的糖 放進來 放進來 均勻的放進來 然後再醃 全部放進來之後再攪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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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我們加酵母菌 好 OK 酵母菌加進來 酵母菌加進來之後 我們可以讓它發酵的更快 因為酵母菌讓它產酸 這樣子 好 同學這樣知道嗎 糖跟酵母菌一起放進來之後 我們四川泡菜 就到此告一個段落 等一個小時後 我們就可以算是成功 好